消防隊員平常辛苦救災 想不到就有網友在網路上發文 質疑消防隊員怎麼能穿著制服 在午休時間之前就去排隊買五千 這波文一出現 讓廣大網友還有店家都沒辦法認同 包括是桃園搜救犬隊呢 現在也波文提及了二零一八年 花蓮雲翠大樓倒塌進行搜救時 當時遇上了素食店經理 暖心周代搜救隊員的故事 希望能夠促進線的循環 消防人員傳說 救災現場吃飯時間經常無法固定 然而卻有網友在臉書 匿名社團PO文表示 為什麼消防員可以不到休息時間 就穿著制服來買便當 此文一出馬上遭到網友炮轟 民眾和店家也都力挺消防員 因為他們吃飯時間沒有固定 所以到底說他們可以替他們買 有比較不同理心 不只有民眾大力支持桃園搜救全隊粉磚也 剖出一篇暖心故事 二零一八年二月花蓮雲翠大樓因為地震發生倒塌意外 當時搜救隊救災第三天結束後 一行人經過某間速食店 起初大家都因為全身已經一身髒污 因而不敢踏入 但此時有位店經理笑容迎人的出來 並請客所有的搜救隊員 讓他們直呼雞腿堡里夾了洋蔥 並希望能促進善的循環 這篇文章也引起廣大迴響 許多網友也紛紛留言力挺 消防鼠粉專也PO文表示 救災工作向來與時間賽跑 消防人員也需要吃飽儲備體力 並感謝社會大眾體諒 繼續鼓勵英勇的舊男英雄 記者黃玉杰 呂洪杰 基隆桃園採訪報導